东汉末年,群雄争霸,最终为蜀吾从多方势力中脱颖而出,雄聚一方,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,但是在三国里第一个称帝的并不是曹操,刘备,也不是孙权,而是另有其人,这个人就是袁术,袁术何许人也,造前任朝廷的虎坟中郎将。 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,他负责粮草功绩,俗话说,三军未动,粮草先行,能够主管盟军的军需功绩,可见其身份地位之高,他还有个身份,与袁绍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。 甚至他的出身比袁绍要更好,因为袁绍的母亲是婢女,后来袁绍被过继了出去。 袁家在三国是大家族,四十三宫,门生故交遍天下,所以袁术可以说,闲着金钥匙出生,起点颇高,一只穿云剑,千军万马来相见。 以他的身份和家族号召力,到哪里都能拉起一支队伍。 有人追随,最终却将一手好牌打烂,弄得众叛亲密,吐血而亡。 今天,阿叔就来解读一下,这个三国里第一个称帝的男人。 灵妖野心很大,格局太小传说袁绍出生的时候,有神仙托梦给他的母亲,说这个孩子一段天命在身。 所以,很多年以后,他得到了象征着皇权的玉玺,认为自己称帝是宿命,自视为天命所归。 其实,一直以来袁绍都是有称帝的野心和梦想的,算得上是一路英豪,喊灵帝驾崩后。 大将军何尽想除掉宦官集团石长室,结果被这些宦官们先下手为强。 又进宫中给砍了,袁绍和袁绍带兵攻入皇宫。 袁绍火烧宫门,石长室们慌乱之中逃出宫。 后来董卓入主洛阳,为了拉拢袁绍,封他为后将军。 但是袁绍没肯跟着董卓混。 逃到了南洋,在南洋,袁绍与刚刚杀了南洋太守的孙坚联手。 后来孙坚被袁绍派去打董卓。 袁绍在后方提供粮草补给,孙坚连续大胜。 袁绍却在这时候打起了小算盘。 他担心孙坚如果一直打下去收拾了董卓, 那么他的功劳和实力将远在自己之上。 相当于又多了一位强劲的对手, 所以他不再给在前线作战的孙坚提供粮草。 所以,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里,同样有这样的桥段。 十八路诸侯之中,救赎孙坚是猛冲猛打型的。 一路打败董卓的军队,负责盟军粮草供给的袁绍。 因为害怕孙坚做大,便故意延缓粮草供给。 以至于孙坚无功而返,孙坚死后, 他的儿子孙策吉人马依旧在袁绍的麾下。 孙策少年英雄,比父亲更能争善战。 袁树便利用孙策接连出去扩张势力。 但出征前许诺的条件,等到回来后往往得不到兑现。 可以看出来,袁树这个人的格局太小,见不得别人做大。 在合伙人的背后是半子,对自己手下也是能哄则哄,能骗则骗。 按理说,以袁树的号召力和当时在南洋的兵力实力。 他如果和孙家联手,是可以大有一番作为的。 就算不和孙家人联手,和自己的大哥袁绍联手,也是可以成事的,但是都没有。 袁树和袁绍也闹翻了。 其实袁树一直以来,都是看不起袁绍的。 因为袁绍的母亲是婢女。 袁绍一直认为,自己才是袁家真正的继承人。 很多人评价袁绍这个人心胸狭窄,格局太小。 袁树与袁绍比起来,好不到哪里去,甚至可以说是差了好几倍。 这也难怪曹操和刘备青梅逐久论天下英雄的时候,刘备首先提到袁树,曹操对此持之以逼。 说袁树算不上英雄,而是狗熊,是一个在狗言残喘等死之人而已,灵耳荒淫无度。 众叛亲离袁树,是怎么走上称帝这条路的呢? 因为玉玺,当时孙坚出去打董卓的时候,在废墟中意外得到了大汉王朝的传国玉玺。 孙策被袁树当枪使了几回以后,意识到袁树这个人成不了气后,便一直找机会自立门户。 但自立门户也需要本钱。 所以他便提出用传国玉玺,换回父亲孙策的几千人马。 这买卖在袁树看来,简直就是赚翻了。 天下之大,召集几千人马还不容易,但玉玺只有一个。 所以当即就同意了,得到了玉玺。 袁树称帝的野心,彻底被激发出来。 当时身边有人提醒他,现在时机还不成熟,但他没听进去。 还是依然选择称帝了,但是话说回来,称帝就称帝吧。 毕竟他当时占据的疆土和实力,确实也是数一数二的强大。 如能再配上好的管理和招邪那是辅证,还是有可能成功的。 但是,袁树称帝后是怎么做的呢? 本就富贵人家出身的袁树,在称帝后更加奢侈荒淫。 挥霍无度,后宫妻妾有数百人。 都穿着裸起礼状,精美的食品应有尽有。 而他军中的士兵,却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。 在他的腐败统治下,再加上遇到大灾荒,将坏一带民不聊生,许多地方断绝人烟。 饥荒之中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,本来他称帝就已经成为众人的眼中钉了。 现在又这样治理自己的人民,这样对代替自己打天下的将士, 以至于手下人纷纷出走和离开了他。 所以,很快袁树就遭到以曹操为首的各路诸侯讨伐。 被打得节节败退,四处逃亡。 最终,走投无路的他,不得不向自己的大哥袁绍求助。 提出将帝号归于袁绍,希望袁绍接纳自己。 袁绍同意了,于是袁树前往投奔袁绍的长子袁潭那里。 结果在路上被曹操派去的刘备等人劫住去路,退军到了江亭,即使在惨败逃亡的路上。 袁树依旧对生活的要求很高,当时正值酷暑。 袁树想要蜜水解渴。 手下人说,这时候哪有蜜水给您喝啊,血水倒是有。 袁树常叹,我怎么混到了这个地步啊。 最后连吐了几口鲜血死了,明三理想和野心。 需要实力支撑俗话说,没那金刚钻,就别懒刺气活。 皇帝哪有那么好当的,东汉末年。 刘家的皇帝是一个接着一个换,袁树与曹操,刘备,孙权等真正的大佬比起来。 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,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。 曹操的实力那么强大,地域辽阔,文臣武将如过江之际。 人才济济,而且自己又很有智力天下的能力。 也依然没有称帝,曹批称帝后。 刘备和孙权等人才陆续地称帝,其实大家早就有了各自称帝的能力。 但始终没先跨出那一步而已,理想和野心是要有的,但也需要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支撑。 这样才能真正地走得长远,从袁树对待孙侧,孙坚的事情上,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格局太小。 以他这样的方式与人合伙,对待下属是不可能成功的。 再者,从品行道德上来讲,袁树的称帝梦实现了不久,便因此送掉了性命,一个三观不正。 品行不端的管理者是难以得到这个世界拥护的。 袁树之死实际上给我们今天的职场人好好上了一课。 做人一定不能心胸太过于狭窄,见不得同事比自己好。 一定要善待自己的下属,说出来的承诺就要兑现,这样才会有人跟着你。